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你近期的恒指站回上去 因为你最近的主力是抽一些科技股 反而港交所 相对上落后了 如果那个大市 即恒指能够站在充到2万次至5楼上 站得稳 再和你试2万5穿埋的话 我相信其实它弹回上去高一点 别太贪心 你上去挨近490多元 这些附近的水平 其实是有机会 再向下的话 其实也不是单线率会很大 你记得到 失了你这个420多元 就算这份理想很短 那你就先退出 再不是其中长线 我觉得那只港交所 其实都可以去坐下 因为你的中概股一定会回来 再加上它有 我相信今年来说 有个市场不是太差的话 IPO应该会多过去年 还有你如果滴滴真的谈得好 现在还在谈谈 刚刚传消息出来 又谈谈上去不同地区 即你起码80%就回回正常 公司又说应该很难 短期来说 那看看他们怎样谈 我相信这些中概股回流应该都不可逆转 如果港股的成交可以回上去的话 我相信其实港交所应该会有一个 可以升幅 升回上去 因为你今天看成交 其实都回到1,500亿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继续回来 成交好像真的多了 港股好像强了 很自然就会好像穿灯那样 又退回港交所 现在相对上落后一点的时候 你不想退一些科技股 就变成了退港交所 ��兜 但是失望了 的计划